不设道德 无有余的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教我们 书无怪也 今天我们造作什么样的罪业 受什么样苦难果报 圣贤人不责怪我们 为什么呢 这一批人没有受过教育 他错了 这个错了要追根上一代俗 上一代再上一代也俗 我们这个追究 至少追究到200年 年辈年轻 对于圣贤教学大义了 那个时候虽然也教 不认真了 叫儿童 叫年轻人 不严格了 不像古时候那么严格 三字经上讲的 叫 叫不严 私之斗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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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进到责任 你要 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知道 这个故事的根源在哪里 根源在父母 做父母 做父母不简单 阳不交父之过 交不淫私之度 下一代不走正道 走邪道 父母要 父母司长要背英国 这个英国被大了 我们从这些地方 能够很深刻的体验到 世出世界 低等功德 第一大事 是什么呢 教学 以正法 传授给众生 在中国 这是最明显的 孔老夫子 教学五年 五年 专心 负责任 严格的 教导学生 成为万事 四表 大事 神穆 市民